周显,今天博弈论第一个题目 我们不如说一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美之间的大家很担心的 由冷战到热战 以及特朗普究竟能不能连任 你如果这样过去想,我会说三个冲突 不怕,我会看你的 可以剪几集吧? 是的,首先说特朗普连任还是中美美人战? 我们先说特朗普连任 特朗普这个现象是很危险的 其实这件事是从一个大的图片来说 是要由很久之前开始讲起的 整个由美洲人努力了黑人过去 当奴隶的时候开始讲起 美洲人 美国人就把印第华人杀了 但没有杀到黑人 所以说黑人 如果他们一直做奴隶是没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你将他后期的时候 变成了黑人民权运动 最主要的民权运动开始的时候 就是黑人 你叫他们参军打仗 推他们就死了 当一个人有了战斗力之后 有了战斗力之后 他就变成了又在政治上是白金的力量 很多时候都是你叫他们参战 那些固庸兵 就全部到最后发现 咦?你们这么不能打 那就开始 这些事情了 那时候你就 因为参军 就变成了你 就开始 美国是Voting Rights 扩大Voting Rights 那时候就一直扩大 那时候就整整整整整 而黑人的生育率 比白人高很多 那就一直 在抢夺 白人的政治权力 现在到了 已经是养肥了 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 就是说 整件事是一个种族斗争 是一个权力的种族斗争 这件事 直到到达的高潮就是 就是 奥巴马做总统 奥巴马做了总统 奥巴马做了总统之后 这件事就开始是 黑人的民权 开始上升 接着再来到特朗普 特朗普是到了最后白人的 最后一个反击 因为20年之后 20年之后白人变成minority 20-30年之后白人变成minority 他们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去做事 所以这件事本身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件事本身是一个没办法去融和的冲突 曾经试过 大概一百几十年前 我忘记了几十年前 他们想把白人发现了这个问题 想把黑人全部赶走去非洲 自己立国 那就是Liberia 现在的 但是这件事又走不通 因为你赶不走那么多黑人 有些人不愿走 而且Liberia又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回来的黑人 就把本地非洲的黑人当做奴隸 所以这件事原来走不通 原来这个世界上阶级会永远存在 种族也会完全存在 所以整件事就走不通 你这个逻辑我打传你 因为你跟我们一般读的美国史的逻辑 观点就刚刚相反 因为怎么这么说呢 林肯总统解放黑奴 这是一个南北战争的其中一个要点 但是当时你说的参军论 在美国来说 尤其是当时的北方军 他们觉得这一个才是一个 人民平等的一个标志 OK 首先我们讲回一个叫做 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的那个 理由是很复杂的 是很多的 就是说那些人说 如果你是熟悉南北战争市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我想你来试的 他们不是 美国他黑人问题 至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林肯说 假如如果撇开黑人问题 他应该讲过这个什么 就是撇开黑人问题 只是什么的话 他宁愿不打 他宁愿不打 但问题 整件事不是正是黑人的 大家知道有经济问题 又有一个 政治问题 南和北之间的争取 很多问题 黑人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是到了最后 因为 这件事赢了 就将这个 就变成 他由一个政治斗争 变成了种族的东西 就变成了偉大一点 第二个就是 你讲的那样东西 就是现在我讲的那样东西 是 你讲的那样东西 就是 现代西方政治学 将那样东西美化了 而那样东西是不成功的 你讲的对 为什么我 会拿这件事出来跟你讲呢 因为几年前 这个 美国的一套电影 这个林肯总统 其中有一幕 就是黑人的 这个士兵 他跟林肯总统 聊天 一段很长的对话 这段对话 很明显就是 其实是 希望为一套电影 定调了他 就是说 究竟 当时林肯总统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逻辑我和你其实没有什么分别的 我都觉得 这一场戏其实是 奠定了或者希望 给观众一个 看法或者一个影像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跟你刚才说的那样东西 他特意走去 美法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殊途同归 OK 这个就好像 美国在西方的帝国主义之中 他比较优秀的地方 就是他很讲究那个 理据 美国打日本 打德国究竟是什么原因 可能有一万年原因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一打赢了之后 他就是什么 他就会 accus你的 细菌战 生化战 大屠杀 那些东西 美国当然不是为了大屠杀 而去 不是为了大屠杀 犹太人 而去参加打德国 纳粹德国 但是问题是当他打了之后 他就发现 如果你不把纳粹德国这些东西 虽然是存在 但是不把这件事大事宣扬的话 你打德国的 合法性就低了 美国是很讲合法性的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美国为什么这么讲合法性呢 早次打 鸦片前程 当年的时候整个鸦片前程 究竟那个叫做 英国 究竟那个不平等条约 是不是合法的问题 只是整个不平等条约是不合法的 我不去讨论 因为已经有了一万年 都说不清楚 究竟那个鸦枪指着你 来写平等条约是不合法的 然后大屠杀所有条约都是这样做的 最关键的一点 我想打叉就是 其实不平等条约 对美国是最没什么影响的 不是 我这么说 其实美国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他打美西战争 美麦战争 他拿他拿 他签每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时候 他都说 现在打赢了仗 不过 我帮你买一块地 他全部的地 就算打印第安人 打到印第安人怕 或者又骗又骗 因为他从又骗又骗那些印第安游奖开始 你很大都要签一份东西 我帮了水给你 你给一份东西 你给一块地 你这个全部地 都是买回来的 他打完你之后就买回来的 你这个逻辑 其实也是近代 很多历史学者的研究观点就是 为什么美国不是一个殖民的国家呢 就是因为他们就算打完每一场仗都好 他就算在你那里管治了一段时间都好 他会走的 当然了 这个和他现在的那种在海外驻军的政策 可能是有一些的相冲 你这个说法是完全错的 他也是帮美国的投资没份的 他拿了Texas 他们有没有走 买了一些地 有没有走 很多夏威夷有没有走 全部那些都没有走 他们买回来的 所以 鸦片战争 我再说打仗之后 他没有拿人 我再说之后的理由 然后 所以鸦片战争英国的手续不清就是 如果鸦片战争香港 是磅水和大清帝国买回来的话 中国永远收不回 麻烦你还钱 联息 就是英国 所以就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 现在再说的是什么问题 再说的是 其实他如果要吃一个地方 因为他是一个 他的国家 有一个先决条件 因为他是民主国家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君主制国家 君主制国家的君主 多个地就多个地 多个地就多个地 多个地就多些 多个地就多些 民主国家始终是 你那个人要分取你的资源 所以他只能处理一个大地方 究竟那个地方变成殖民地 还是库庸国呢 他的基本原理就是 殖民地 就是 那个地方一定是地缸人稀 要不 就像以前那样 就可以杀光那些人 但现在不行 要不就是一个Porks 我只要一个Porks 香港 我只要一个Porks 但是你有战略维持 我只要你一个地方 那我就有好处 他占领菲律宾 本来是 殖民地地 他说不要 因为他发现菲律宾的人 是很生德 我一拿了你 我占领了你 哇 我很吃虧 原来你生子比我更快 菲律宾的人口 应该是增加了几倍 在他占领那段时间 他一看就看过 原来是吃虧的 我占了你 你和我分归 就是要照除的 那个地方 你究竟是没有殖民地 又没有库庸国 就要视乎 照除之后 我有没有好处 如果你人很少 地方很大 你又不是很生子 我照除给夏威夷 或者很有战略位置 你地方很小的 我想说夏威夷又不是 因为生多生少 夏威夷本身 那个 战略位置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元土住的问题 第二就是战略位置的问题 第三就是 当时除了关岛 和夏威夷之外 根本就是 手就已经伸不到在场 因为那些小岛的岛在那里 很重要 在太平洋上 你要跳岛 否则你会很麻烦 所以那些是很重要的 但菲律宾不同 有些菲律宾 日本 你已经是 政治史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 那个地方 如果是一个岛 一个岛 如果充满了人 之后你就占不了 因为你占不了 所以日本 英国 当你一住满了人 你就很难搞 永远在无人岛 你才可以占 但是这个逻辑 其实我又觉得 是不是一个 美国国家上下的共识 我又很怀疑 其实 因为 当时来计 如果你看回 历史上 其实 菲律宾曾经想 归化 这个美国 但是最后 大家都知道 不成功 他不要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因为你所说的原因 他们这么早已经洞察先机 知道是这样的样子 他们那样 你会是一个自然 其实 其实 第一就是 政治 这件事 是大家看不到更远的 是大家看了一二十年而已 邓小维说五十年不变 其实五十年不变 是很聪明的一个想法 因为五十年不变 其实是 五十年不变 到时候 到时候才算 五十年不变 其实一直是老点 因为 如果你认为 五十年不变 只不过大家到时 没有人想到五十年之后的事 秦始皇之前千秋万世 那些其实就是完全恶久的 但是 但是 大家都解决 你真是忍不住 狗字不是粗口 可以的 你继续说 所以 第一就是这样 第二 那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是一个自然的推论 是不是真的这么自然 我读历史 我从来觉得 你以为历史会重演吗 这句话我也是很有疑惑的 为什么呢 如果历史真的会重演的话 大家可以计算 我这么说 很自然的现象的意思 就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 那样东西 去到那个位置 你自然会这样做 去到那个位置 我解释一次 鸦片战争 那大家是觉得 英国人 如果熟悉的话 英国人其实 去国会投票 只是投了票 一票就反对了 差一票就已经不打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 你会发现有事发生 英国打完印度 新加坡 自然会来到香港 在这个类似上 你最确定一定会打到的 OK 你会觉得 那件事 所以我经常说 做新闻记者 一定要读历史 所以你是有利益的 如果新闻记者不读历史 就会变成 你将那些小事会化老大 你看不到很横宏观的那件事 秦始皇 在《秦始皇本纪》 有一篇文章 他很重要的 但是大家不要留意 就是他说 为什么他灭六国 就是齐国就犯了什么事 英国就犯了什么国家 比如英国 我不是想灭英国的 不过他找荆克刺我 那我就灭他了 就是每一个国家 都是因为一件事 他做了一些 两个字 不是跟淵太子弹 大朋友 所以这样做 不是 因为荆克 荆克找荆克 荆克找荆克 荆克想找他去杀他 那他就 就是说 所以他说 每一个国家 就是跟他一些 国家的冲突 有些国家的 你实在是太坏了 所以没有办法灭了你 每一件事 每一个国家都解释了 就如出师有名 但是当我们事后 事后 再看几千年之前 《秦始皇》 我们就会说 你一向都想灭六国 我们会这样看 我们看的角度 应该是没错的 他说每一次都有一些微观事件 但是这些微观事件 其实是不重要的 我们只是看横观事件 《秦始皇》一向都想灭六国 不过他找一个藉口 或者他一向都想做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事件 你说这个就是一个正索的问题 很多时候大家就会想 就是说 无论是一些 尤其是一些 以前的历史 很讲求 一个帝王之间 有没有一个正索 有没有一个 原久的一个历史的 一个所谓的 归正论 但是这一集 明显地 讲得太长了 我们都没有去到特朗普 就不用担心 各位 读者 我们 下一集 回来就会正式 应该周显会入到题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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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